管理外汇条例 我们接着和同学说明管理外汇条例 在我们的领队导游考试当中 会考到相关的外汇常识 有考到相关的外汇常识 首先请注意到第一条的立法意志 管理外汇条例的立法意志是在于 为平衡国际收支 稳定金融 实施外汇管理 所以特别制定本条例 请同学留意 管理外汇条例当中谈到外汇的定义 这在过去考试考过 刚好是三项 指的是外国货币 票据以及有价证券 请同学注意 外国货币 票据及有价证券 叫做外汇 好 再来呢 我们注意到第三条 管理外汇的行政主管机关是财政部 是财政部 所以财税 外汇 都是归财政部来管理 但是呢 管理外汇的业务机关 则是中央银行 那谈到中央银行同学一定无陌生 因为我们有一个世界文明的彭怀男总裁 这个叫中央银行 央行他就是管理外汇的 好 那针对呢 管理外汇条例的部分 请同学跟我直接注意到第六条之一 外汇之申报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好 请注意 新台币50万元以上的等值外汇收支或交易 应依规定申报 其申报办法由中央银行定支 好 请注意 中央银行定支 好 然后金额呢 是新台币50万元以上的等值外汇收支或交易 都要依规定申报 好 所以我们之前在看到 所谓的入境旅客 携带行李物品报宴税方办法里面谈到 今天所谓的 有可能涉及洗钱 然后他也是用新台币50万元来谈 好 所谓的黄金白金钻石 好 这个所谓的钻石宝石 好 这个白金的部分 好 50万元 好 大家注意 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如果有买所谓海外基金 或等等 或者是兑换外币的经验 好 你就会知道 超过新台币50万元的话 就要依规定申报 好 这个第六条之一 是值得注意的 再者呢 请同学就直接和我注意到 20条 好 那刚刚我们谈到呢 第六条之一 有谈到要依规定申报 那20条呢 则是它的八则 谈到 故意不为申报 或申报不识者 储新台币 3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罚还 好 请同学注意 Range很大 3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罚还 其受查询 而位于期限内提出说明 或者是做虚位说明者 一同 说假的 对不对 虚位不识的 也是一样要受到 新台币 3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罚还 好 这个请同学留意 好 另外呢 再请同学注意到 22条 非法买卖外汇的处罚 好 请留意 非法买卖外汇 以非法买卖外汇为常业的 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病科 与营业总额等值以下的罚金 而且呢 它的外汇及价金都是没收之 没收之 这个请同学留意 考试的重点在于 3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是非法买卖外汇 以非法买卖外汇为常业 再者呢 我们注意最后的24条 这个也很重要 期待超额外币出境的处罚 出境的处罚 第一项 买卖外汇 违反第8条的规定的 那外汇及价金呢 是没入之的 因为它是行政的部分的行政法 所以我们会用没入的概念 会用关键字会是没入 那如果是刑罚的话呢 就会写的是没收 是没收 那另外呢 第二项 攜带外币出境 超过的部分呢 没入之 那攜带外币出入国境 没有依照规定报名登记的 也是没入之 那申报不实的 超过这个申报部分 也是没入之 这个部分稍微参考就好了 总之呢 就是应该要申报 未申报是没入 那申报不实的 那不实的部分 也是依法没入之 这个概念 请同学留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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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